關心選戰的最新狀況 民眾黨的不分區名單近期是受到了討論 因為外傳中國配偶徐春英位居在裡頭 而且還是列在安全名單中 就引發了相關的國安疑慮 因為根據相關的中國媒體報導 徐春英其實過去有發表一些統一的言論 甚至還自曝說自己在中國 有在相關的企業工作並且有配車 不過今天徐春英是全盤否認 他說這些媒體報導都是造謠抹黑不切實際 而且裡頭甚至還有一點合成的狀況 不過現在被民眾黨提名不分區的名單 徐春英他也說其實過去他就有拒絕過 那為什麼現在又被列入 馬上來聽一下徐春英的最新說法 應該不算寒選 我已經講了 當初民眾黨找我的時候 要成立新住民委員會 然後有提到說 這委員會的主委 未來他們在考慮 未來可能就是民眾黨不分區立委的 這個候選人有這個可能 我當時就拒絕了 所以我回到前面 我跟各位報告 我這個到這個年紀 我以前也沒想過要去從政 我在台灣 我就說我身份證拿了二十年 如果我要從政 我在大概十幾年前 我就可以去從政了 好可以聽到相關的疑慮 徐春英是講說呢 先前跟民眾黨來接觸的時候 民眾黨是跟他講說 要來加入新住民委員會 那可能就要列入不分區的名單 當時他拒絕 不過現在如果又被列入 最後也真的當選的話 他也會接受這樣的結果 來進入立法院 那先前其實柯文哲有講過說 如果大家對於徐春英 有相關的疑慮的話 那就不要加入國防外交委員會 對此徐春英也說 他可以接受 以上就我們在現行掌握到的罪行情形